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你们好,我是老胡,在多伦多向你问好 今天是2022年5月6号,奴隶4月初六,星期五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新冠肺炎加拿大疫情数据 美股加股重创暴跌,女子养老院偷多张银行卡 比尔盖茨成人出规,王家气景,嫉妒行动 多伦多汽油价格创新高,烙不烙,盈利飙升,家园疯涨 下面看一下具体内容 首先是疫情的情况 安省疫情,5月6日安省新增2418例的确诊病例 今天与病毒有关的死亡人数为17人 累计死亡已经达到12938人 住院治疗人数为1662人 重症监护室有210人,99人需要使用呼吸剂 省实验室昨日总共完成了17744例的检测 阳性率为13.8% 截止到昨天晚上,安省总共注射了 3289万剂的新冠疫苗 12岁以上一剂注射率已经达到93% 完全接种率为91.2% 18岁以上有59.9%的人接种了三剂疫苗 因新冠住院人数与疫若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好 尽管社区中病毒活动先入下降 安省的医疗系统仍然处于紧张状态 接受重症监护的患者人数也保持稳定 传染病专家奥特博士在周五早上接受采访时说 值得庆幸的是,省内所有地区的疫情似乎都已经开始下降 但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内 医院仍然会有大量病人等待康复 魁北克疫情 魁北克5月6日新增1243例的确诊病例 住院人数增加2051人 比前一天减少68人 死亡人数新增22人 累计死亡已经达到15106人 截止到5月6日中午 全加拿大累计确诊大概是379万 比昨天增加7000多人 累计死亡大概是39600多人 比昨天增加150多人 累计之余大概是349万 现有确诊病例大概是237000多人 美股加股重创暴跌 5月5日 美国股市遭受了今年最糟糕的一天 因为投资者担心美联储的加息计划和应对通货膨胀的解决能力 同时加拿大股市也受到波及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主要指出收款下跌了2.3% 近500点 5月4日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宣布 20多年来加息铺子最大的一次 在经历4日尾盘的迅速拉伸后 5日股市不禁全部突出 而且大幅下跌 随着通胀率达到惊人的8.5% 这是美国40年来的高点 鲍威尔说 美联储就要做能做的一切来恢复稳定价格 尽管在宣布加息股收集点后 鲍威尔在美联储未来的会议上 不会考虑一次性加息75个集点 这番眼泪最输出的华尔街的欢迎 股市也获得2020年以来最大的担任涨幅 但这些涨幅5日全部正方 因为投资者担心 美联储的一切举措会对经济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5日 多伦多综合指数也大跌 尤其是总部位于沃泰华的电商巨头 Opify的股票领跌 选失了14%的价值 女子养老院偷多张银行卡 日前 一名女子冒充养老院检察员偷走了 居民和员工多张银行卡和信用卡 警方发布宣言的照片 呼吁居民提供线索 多伦多警方表示 4月30日 这名女子来到北约克一家长期护理院 并声称自己是长期护理院房屋检察员 希望能到院内展开检查 趁机透走了多张银行卡和信用卡 接着他来到多家商店 用这些偷来的购物卡 警方公布了嫌疑人的照片 当时他戴着医用口罩 比尔盖茨承认出轨近日 比尔盖茨在接受访问时 终于公开承认是自己出轨发现的错误 导致婚姻家庭破裂 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他说自己给前妻梅林达造成的痛苦 给家人带来的伤害 也后悔 未听从前妻的建议 本次受访是比尔盖茨为自己的信书 如何预防下一次大流行引行宣传 为此他接受了当地访谈节目的独家专访 访谈中主持人单刀直录 在与自己小九岁梅林达长达27年的婚言中 释放出轨 对婚姻不忠实 比尔盖茨给出了正面的回答 当然是我的错 我要为此承担责任 换一句更加通俗一种的解释是 嗯 没错 我犯下来 跟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 无需深入研究细节 但是我给他造成痛苦 我对此感到难过 此外 他也承认离婚对他的家庭来说 绝对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 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我们的婚姻中有很多令人惊奇的事情 孩子激进一会 我们说有英语的欢乐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调整 但当被问及 他从离婚中学到了什么是 比尔盖茨谈言 在欺负或健康领域 我有专长 而在这样的个人事务上 我不认为自己是专家 很抱歉 我无法给其他人很好的建议 王家骑警基督行动 王家骑警5日公布 于2021年采取的基督行动中 居普6名嫌犯 并在温哥华岛和温哥华的房产中 插获大量毒品 现金金条和银条 据报道 以温哥华岛为基地的联邦有组织犯队小组 在2021年9月至12月期间 持6项搜查令 到温哥华和威多利亚6处住宅 及两个社区的五部汽车进行搜查 行动也涉及了美国洛杉矶联邦调查局 齐经表示 在11次的搜查行动中 警方诉说大量毒品 超过367万元的现金 15盎司黄金和205盎司白银 齐经的联邦严重和有阻止犯罪项目 并私之 威师省的犯罪组织 对非法毒品交易进行大量投资 对社会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 这对社区的循犯是无法考量 全国家庭也会持续感受到过渡 续度行为的巡视 对 基金和插画数百种非法大麻食品 如远唐巧克力卖片 药丸 吃水浓缩片 切片 热巧克力饮料 以浓缩大麻汁 电子烟产品和干大麻 多伦多汽油价格创新高 大多伦多地区的汽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 六日午夜已过 一升普通汽油的价格又涨了四分 至194.9分 打破了今年3月4日美生190.9分的记录 加拿大评价能源协会主席 本周早些时候谈言 预计汽油的价格将继续上升 到维多利亚长周末可能会超过每升两元 自去年5月以来 汽油价格已上涨了约50% 汽油成本的增加反过来又推高了其他 消费品的价格 罗伯罗盈利飙升 加拿大最大的杂货和药房联锁店 罗伯罗以周三公布手机盈利升幅近40% 扣除税项及其他调整后 纯利增加17.1% 有批评指出 这是大公司抬高价钱 母亲暴力推高通装的名证 促政府采取行动以控制物价飙升 罗伯罗表示大部分零售地域来自其应用的药房 由于防疫措施方款令厨房药物指科和治疗感冒药物 及化妆品的销售额提高 药房销售增加5.4% 而食物是2.4% 经过调整后 整个零售的毛利率增长5.9% 有分析认为 推动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之一 是企业抬高价格 而捞不捞的盈利只是其中一个证明 食物价格增加为令利益减少 公司盈利反而激增 表明未来一年会将继续提高价格 并从通货膨胀中获利 研究中心新晋的报告显示 如果不是所有行业的公司都因价格上涨而获得收益 加弹大 目前的通货膨胀率最少会较四分之一 唠不唠的财务总监称 定价基于竞争情况 而不是通货膨胀 公司管理业务是没有试图配对通胀 而是专注其价格与通货对比 了解竞争对手做出定价决定 唠不唠表示 随着价格上涨 消费者每次购物时的平均支出减少 在这后点家园风涨 5月5日加拿大 生来了多个利好消息 推动了家园的上涨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3月份商品贸易大幅增加 进出口均创历史新高 3月份加拿大进口总额增长7.7% 11个产品类别中有9个出现增长 3月份的出口总额增长6.3% 比2月份创业的记录高出近40亿家园 起初能源产品 3月份出口增长4.0% 国际邮件上涨 欧盟提议今年逐步淘汰俄罗斯的 石油机器成平又供应 纽约市场原油期划周三上涨4.1% 利好奠定了家园上涨的基调 美国加息的消息传出后 家园对美元瞬间调涨 汇利和天气预报 5月6日的汇利是100家园 大概兑换519.7元人民币 明天5月7号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3度到16度 晴多林多6度到13度 多云温哥华6度到13度 小雨贵贝克1度到11度 晴卡尔加里1度到14度 小雨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你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